太后 是否先饮汤 太后 这是清卓尔尽献的 火腿鸡汤 好好的鸡汤 用味儿重的火腿相作 宣宾夺主 臣妾只是想用鲜味儿令太后开胃 没想到访了太后用膳 是臣妾的过失 两样东西炖一块儿 分了高低煮刺才好 想要并重 反而坏了味道 臣妾知错 看来这两样东西不能并重 太后 臣妾下回给您炖青鸡汤喝 叫人把这些东西都撤了吧 哀家没有胃口 黄阿娘 您近日为心底哀痛 身子本来就不适了 若饮食再清减 那就更撑不住了 您好点还是静一些吧 太后好不容易静些晚膳 却被清姨姐姐拜了胃口 今日下午还有好几个时辰的哀仪 清姨姐姐是想让太后 饿着身子熬在那儿吗 臣妾有事 甘愿受罚 还愿太后顾及凤体 多静一些吧 黄阿娘 米以食为天 米为食之主 就是因为米是最养人的 先提再试试 脆和米粥 您也尝一尝吧 罢了 说来呀 这一饮一食 能有多大讲究啊 无非是审时夺势 不要自作聪明罢了 儿臣明白 来 起来吧 臣妾谢太后 黄阿娘真的这般对青鹰 是 让她受苦了 你送些烫伤药到她阁中 叫她别难过了 喳 都烫红了 太后的心也太狠了 只是一碗汤而已 你今儿是怎么伺候煮的 是我伺候太后不小心弄伤了自己 不能怪索性 那也是索性没护好煮 你 去外头撕过去 是 阿若 索性是前提里 从了新自辈的大丫头 你说话也得留意些 别总是意志气势的 奴婢不过是觉着 索性不是咱们府里陪嫁来的 没有那么亲近 你和索性都是跟着我的 往后在宫里过日子 你们两个若不好好相处 日子怎么过 你这脾气是得改一改 可奴婢就是这么个心知口快的性子 太后竟然有点太欺负人了 不过皇上心里是疼您的 这不 急急就让李公公送了烫伤药来 奴婢看啊 等回头进了宫 或是老主子出来了 皇上怎么也得给您封个贵妃皇贵妃呢 到时候太后就不敢这么欺负您了 刚跟你说了说话要留意些 倒是越说越没分寸了 太后也是你可以胡乱妄议的嘛 若是让旁人听见了 你有十条命都填不完 奴婢也是心疼主嘛 是是是 奴婢知道错了 以后不敢了 还疼吗 疼 红历打算什么时候放我出去 遵我为母后皇太后 您一定要做母后皇太后吗 公归组制在此啊 先帝不曾废后 我就是名正言顺的母后皇太后 我该住慈宁宫去 住到慈宁宫之后呢 就跟扭葫芦室再分个输赢 真斗不休 总会伤着自己的 我哪怕遍体连伤我都要跟她斗到底 秦宁 你要跟姑母一条心 你要让弘历早点放我出去 皇上他已经很为难了 你这是姓乌拉纳拉还是爱心觉罗呀 我是心疼您 你要是心疼我 你就应该知道 姑母此生唯一所望 就是跟先帝生同亲四同血 先帝已经弃绝你了 军口说了身死不负相见了 他不见我我就去见他 他弃绝了我 我绝不会离开他 秦英 我只有成为母后皇太后 才能跟先帝生死相依 这个名分我一定要争 你起来 我今天跟你说的这些 该怎么办 您明白吗 明白了 皇上 亲主儿来了 皇上 坐吧 这么晚怎么来了 臣妾知道皇上一定还在为姑母的事返忧 朕也希望这件事情尽快有个决断 只是礼法和效益终究难以两全啊 皇上 臣妾想求您一件事 你说 能否让姑母去行宫一养天年 你这么想的 如果您以太后的身份在行宫供养姑母 哪怕暂时不要给她名分 您对那些尊敌的人也可以有所回忆 然而对那些阻挠姑母 尊丰为母后皇太后的人 他们看姑母离开了紫禁城 又未被尊丰 想来他们也不会说什么了 至于太后那儿 臣妾也想过了 若两宫太后在紫禁城病地 这二位老人家争执了一辈子 日后也难免两乡里不容 后宫不宁 皇上也烦忧 不如让姑母去行宫安养天年 避开太后也是好的 你说皇帝已经暗中安排人去行宫 还不适宜了 是 清福静才离开养心殿 皇上就派人去了行宫收拾殿阁 一应按太后安养布置 荒谬 难道皇帝真要乌拉那拉氏 为母后皇太后吗 就算换了地方 离开紫禁城不与您同尊 可母后皇太后就押了您一头啊 这种主意定是清英那丫头弄鬼出来的吧 景仁公与清福静这般理应外合 皇上还年轻 难免不被清福静这个宠妃说动啊 早知道 当年就不该留着清英 明日桑仪之后 你让她来找爱家